SR-71可以用25000米的飞行高度和3马赫 也就是超过3000公里的时速拍下地面分辨率 达到了15厘米的照片 因此它可以大大方方的在白天 光线最好的时候跑到人家头顶上去兜一圈 连导弹都是不放在眼里面的 不过时间往前推 二战时的侦察机可就没有这么潇洒了 为了隐藏自己 他们必须要出点奇招才行 比方说夜间出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掩护下 跑过去偷拍 怎么一片漆黑了呀 对了那会还没有夜十一 红外摄影也还没有进入使用阶段 你大晚上跑过去用胶卷拍照 自然就是这个结果了 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全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二战中的侦察机是如何在夜间侦察敌情的 他们可以用这个了 闪光灯 没有想到吧 竟然这么直接 闪完就跑 非常欠揍的感觉啊 但其实想要在数千米的空中 把地面给闪亮呢 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为此啊 1939年 时任美国空军照相实验室主管的 乔治戈达德上校呢 专程跑了一趟麻省理工学院 因为他听说在平闪设备领域 享有声誉的哈洛德·埃杰顿博士手上呢 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 果不其然啊 博士和他的团队在军方的要求下 最终拿出了一台史无前例的闪光灯啊 FT17 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照片中中间的这个金属照呢 是闪光灯的反光照 工作人员正在把一盏长达76厘米 内部盘绕着仙气灯管的闪光灯本体 撞入其中 右前方的圆柱体呢 是照相机和镜头 而工作人员左手扶着的 则是一个重约227公斤的大电容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呢 因为该闪光灯的工作电压 高达4000伏啊 于是这套最强夜间照相系统 便组成了 从1941年的4月开始测试 到了1944年的 罗曼底登陆前夕 已经可以正式发挥作用了 你看这张照片 是凌晨一点半的卡昂交叉路口相当清晰啊 可以为制定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信息了 好了 除此以外 就没有别的拍夜景的手段了吗 当然有的啊 那就是人照明弹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看到光明 没有光明怎么办呢 那就自己炸出光明来嘛 这张照片展示了 在1944年的一次夜间任务前 一名英国飞行员 正在将照明弹装入文式轰炸机的弹舱当中 它们会被设置成在头弹高度的大约三分之二起爆 释放出五亿烛光的亮度 烛光亮度是一个曾经用于衡量发光强度的单位 不过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但这个并不是太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五亿烛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就行了 然后 照明弹起爆之后 会自动触发飞机上的一个由光电管控制的相机快门 大约曝光一百分之一秒之后呢 关闭过片 再拍摄下一张 在照明弹燃烧的六分之一秒内 可以这样一口气连拍四到五张照片 运气好的话 总有一张是可以用的 但这里啊 实际的把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要是头下的照明弹起爆的过早了 它离地面还太远 就无法起到有效的照明效果 而要是起爆的晚了呢 它就会进入到照相机的视野当中 不仅盖住下面的画面 还会形成一圈碍式的光运 也不是很理想啊 所以每次任务之前呢 都要进行专门的设置 是个很专业的技术 哎呀 夜里面曝光实在是太难了 好 对了 这一闪对方不也反应过来了吗 怎么办呢 改进跑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